订阅观伤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我们继续上回的进度 来研究《观无量寿佛经》 上一回讲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第十八院 十念必生愿已经讲完 接下来略讲第十九院 设我得佛 四方众生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欲生我国 灵受忠实 假令不与大众 围绕献其人前者 不取正觉 这经文听起来 大家可能因为没有看到经本 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 他的意思就是 法藏比丘在因地修学的时候 向他的上师师自在王佛 发的第十九条院 他说了 假设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十方众生发菩提心 修基各种功德 以至诚心 希望 往生我国 我国是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净土 他如果发这样的心 于临寿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 他这里讲 假令不与大众 围绕献其人前者 就是我 指他自己 阿弥陀佛 与诸圣众 一定会出现 而且围绕着他 在这个求生净土的人的面前 接引他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十九院他讲 十方众生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遇生我国 你看看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善根 善根是什么 天良心 我们人都有一个良心 我们的天良心 因为自己的五欲 六成 业力盖帐 反反复复把它遮盖起来 压到最底层了 这人就没良心了 没良心怎么样 自私自利 是不是 损人利己 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想 乱讲一堆 是不是 那个良心 那个良心越来越显现 而且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就是菩提心 就是为力众生 愿成佛的心 方说阿弥陀经讲 不得已少善根 福得因缘 得生彼国 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能少善根 第二个叫福得因缘 善根这里讲 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天良心 发挥到极致 福得因缘是什么的 这经文 第十九月台也讲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功德不能乱修乱做 十个人 有十个人认为 做善事有功德的方法 对不对 大家都不尽相同 但是 以净土的经典来讲 以阿弥陀经来讲 善根是菩提心 福得因缘叫 施 戒 禅 这是不施 戒律 禅定 你不能少修这三个 你必须有具足 三师 财师 法师 卫师 你必须持戒 你必须有禅定的功夫 禅定的功夫呢 你修佛法 任何的法门 都能得定 但是它的根基在哪 它的基质在哪 就必须要持戒 没有戒律 你不会得定 我们常听到的 勤修戒定会 对不对 它是有次第的 要持戒 才能得定 才能生发真实的智慧 所以你要看这个经文 都要听到重点 他成佛的时候 如果十方众生 是说十方的众生 任何人 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什么人都好 十方的众生 他只要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至心发愿 遇生我国 所以你有一个绝招 假如你年老病弱 灵命将终之时 你这个身体都败坏了 任何人都遗弃你了 都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甚至想你快死快好了 这个世间的因缘 也看将近 五着二世 离开也好了 你就是要怎么样 自心发愿 你还有一颗心 我这发愿的 我决定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求佛来接我 这个绝招了 如果你心都提不起正念 那当然 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如果能做到这样 阿弥陀佛说 我一定跟诸圣众 会围绕着他 并现身在他的面前 这是第十九愿 第二十愿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细念我国 执诸得本 执心回向 遇生我国 不果遂者 不取正觉 他发这个阅诺 说我成佛的时候 十方世界的众生 只要听闻我的名号 你听到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或者 信念我的国土 心里 信念着 我要往生到 西方极乐净土去 然后呢 他有修基各种的功德 所以功德尽量修 我看今天很多人 到各地去做功德 非常随喜 称赞大家 很会修福报 结善缘 做种种的功德 刚才就讲了 他离不开 不失 戒律 全定 所以修各种的功德 所以有人说 学佛的哪里需要做功德 邪知邪见 释迦牟尼佛 亲口宣说的 阿弥陀佛 就是实现法藏比丘的时候 自己发的大悦 你就是要修诸种功德 想方设法的去累积 去圆满各种功德 趁着你有能力 有机会的时候 赶快去做 所以蓄积各种功德 以知诚心 把功德 回向怎么样 希望 往生我国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不果税者不取正绝 就是说你一定如愿 就是你不管 是十方世界众生 是哪一国的人 什么样的众生 只要听闻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 心里想 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开始修 我种种种的功德 把这种种的功德 以知诚心 回向一件事情 我做这些功德 是希望我将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说 你如果没有如愿 我就不成佛 就是说你一定会如愿 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修禅宗的 有的人就说 她的修禅宗的根基很深 你看我们之前来 早期来教我们 做饭拜的一位女尼师 这位尼师 她就是在僧团里 跟这些师兄弟们相处 都有误会 但是她跟住持 确实非常的契合 为什么呢 因为住持 看得懂她的根基 她是修禅宗的根基 所以跟她讲话的方式 都用禅宗话头的方式 跟她讲佛法 那两个聊得法喜充满 所以有的人就说 她的秘密就是修禅宗的根基 你秘密就是修秘宗的根基 对不对 那大家听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殊胜 我把禅宗改掉 改了半天 花了好几十年改不过来 我修秘宗根基 我已经基之近战很久了 你看我之前听到一个 让人很震撼的事情 发生在台湾 台湾有一个居室 我们同学告诉我的 这个居室 他皈依一位 也是密宗的上师 归于这位上师 这就是很多年 全家都归于学佛 修了很多年 他遇到另外一个道场的师兄 跟他说 我认识一位仁波切 这位仁波切很殊胜 名声很响亮 你跟你上师修这么多年怎么样 他说也没怎么样 反正就这么多年就频频的也修过来了 他说那你这样好 你改来归于我们仁波切 你改到我们那里修 他说听一听 你们仁波切这么俗胜 有这么有名 好嘞 我就跟你去修了 他当晚就梦到 他们看到很多一根一根的电线杆 上面有电线 通电 对不对 通通这些电线杆和电线 通通被扯掉了 也就是他断电 他的船的夹子断了 他第二天说我不要了 不要了 我跟我们上师修很好 我们上师修不好来跟我讲这个事 我说那当然了 自己人生圆尽的好坏 跟自己过去生 跟你今生造作的种种罪乎因缘有关系 而不是说修得好 或者圆尽好 圆尽差 就是说是跟我的上师 可能有了 可能真的人的上师不是很清净的 不是真的有慈悲心 菩提心 真的不是如理如法 那当然有差了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那全是自己的关系 也有人他学佛修行不好 他说佛菩萨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祈祷 我们家那佛堂佛菩萨到底有没有来 他常常会生这样的妄念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往外求 应该犯求诸己了 所以你就是应该把这个心安住 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修密 修禅或修种种 只要是正信佛法的法门 你不必一定要改变法门 你用如理如法的方式来行功利得 修极种种的功德善事 然后求一件事情 我这些多年来的行持 所积所造 就是为了回向 我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求这么一件 阿弥陀佛说你如果不能如愿 他就不称佛 你一定能够如愿 这个就是同修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在欧义那时 他也有讲过了 能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修行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讲出 看你能不能往生的关键 在信愿之有无 信愿之有无 你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愿心 跟其他没有太大关联 跟你自己有绝大的关系 二十一愿 说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中的天人 全都具备三十二种尊贵的像 你要知道 有三十二像 那只有佛跟转伦圣王 他才会有 那如果是佛跟转伦圣王同时出现 佛的三十二像 更超胜于转伦圣王的三十二像 当下就比出来了 所以巴藏比丘 他说将来 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 成为我极乐国中的天人 你通通都具备三十二种尊贵的像 每一个人都一样 第二十二愿 设我得佛 他方佛土诸菩萨众 来生我国 究竟必至一生补处 除其本愿 自在所化为众生故 辟红是楷 积累得本 度托一切 由诸佛国修菩萨行 供养十方诸佛如来 开化横杀 无量众生 使力无上正真之道 超出长轮 诸地之行 现前修习 普贤之德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觉 这段的二十二月 比较长一点 大概是在讲什么呢 巴藏比丘说 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佛国土 有许多的菩萨 他也想来 往生到极乐世界 来生我国 他只要来极乐世界 最后可以修到怎么样 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是什么 补处菩萨是什么 那是补佛位的菩萨 现在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本尊 教主 将来阿弥陀佛 他要退位的时候 是观世音菩萨要来补佛位 观世音菩萨要退位的时候 是大势至菩萨要来补佛位 对不对 大家在典籍上都有看过 补佛位的叫补处菩萨 就说你从他方国土来极乐世界 你可以修到一生之中 你就能修到补处菩萨 不是多生多世 一生你就能修到 叫一生补处 除非他们的本愿 是想现身于他方世界 自在教化众生 除非他有这个菩提心 我要到哪里去度众生 他有这样的愿力 那这当然就随顺你的誓愿 对不对 为了众生 他们披上红式的铠甲 这个就是大慈悲的誓愿 为菩萨护身之铠甲 菩萨行者 你要知道你的防护铠甲是什么 是你大慈悲誓愿 你的大悲心 你慈悲要立众的心 要弘法立众的心 那就是你的铠甲 所以他有这样的铠甲 不具入生死海度众生 他不怕的 我穿了铠甲 我什么都不怕 入生死海如同 好像就是在游戏人间一般 轻而易举 就入生死死海度众生 不同于二圣人 小圣的圣问圣人 圆觉圣人 不同 他们大圣的菩提愿心 一个愿都没有法 那大圣不是他勇敢了 为什么 他有铠甲 大慈悲愿心 同学我们都是修秘圣 修大圣的人 你有没有穿的铠甲了 还是你号称修秘 修大圣 可是你的铠甲 掉在哪里都忘记了 或者故意把它藏在 床部底下 不敢跟人家说 我有一件铠甲 耶稣是有这样子的修行 很害怕 所以他们披上红式铠甲 积累功德 帮助一切众生得到解脱 骗有一切国土 修行菩萨道 供养十方世界 诸佛如来 开导教化如横河沙的无量众生 又让众生发起菩提心 他们的行径超越一般人 实现了实地菩萨之行 又修了普贤大事之德 普贤行也圆满了 在他修这个菩萨道 实地菩萨的这种德行都圆满 普贤行也都圆满了 所以第二十二月 他讲的内容就是这样 二十三月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 成佛神力 供养诸佛 一时之请 不能骗智 无量无数亿 那由他诸佛国者 不取正觉 我成佛的时候 我成佛的时候 极乐国土中的菩萨 得到佛的威神力加持 想要供养十方诸佛 于一餐饭的时间内 就能够变形 无量 无数亿 亿亿 诸佛的国土 无量无数亿亿 诸佛的国土 一餐饭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他说 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没事做了 什么没事做 供养他方 不知道多少的佛徒 那你看 我们今天 大家有请假去做善事的 对不对 自己也供佛 也教原众 礼民 一起来参加法会活动 也教他们供佛 就劝他们吃素食 我跟他们讲要戒杀互生 注印佛经 要常常来听经文法 对不对 你看你多花时间 花了好几个小时 很累 等一下过休晚回家 有人早没洗 倒头就睡了 他在一顿饭的时间 骗形无数无量 亿亿诸佛国土 你看他那个修机功德 累积之良 那才叫快 那才叫具足 每天都可以供养 随时都可以供养 第二十四愿 受我得佛 国中菩萨 在诸佛前 献其得本 诸所求 欲供养之据 若不如意者 不取正觉 这是什么呢 他说 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中的菩萨 在诸佛前献其得本 得本是什么 菩提心是一切功德之本 这里讲了 这里讲还是讲 这里的菩萨 在诸佛前表现他的菩提心 他离不开上供下事 所以他要展现供养之德 他要去修这种行 供养他方 无量诸佛 所以他只要动这个念头 想得到的任何供养之据 都能够显现出来 同修你见过左旋白法罗吗 你看那个 在那个西藏大招式 觉悟佛胸前 是不是一颗左旋白法罗 忠克巴大师供养的 黄金的曼达盘 八贡贝 贡聚 十二眼天珠 九眼天珠 相当满满的 对不对 你看这些高僧大德 都会修复 那我们这些 有的时候都没看过了 还不知道 还有这种宝贝 更不要说去供了 是不是 你看那个 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乱跟我讲 他倒着这个大佛塔 他好不容易 以前这个九眼天珠 市场行情还很便宜 大概就这么大一个 小拇指这么大一个 那已经不得了 他就把它请 他想要存了很多钱 买了一颗九眼天珠 跑到尼泊尔伯达大佛塔 那里许愿的 他就在那边拿起来 摆在那里 就许愿 我应该绕塔一周 他以为他在极乐世界里 等它绕回来那颗不见了 这里是娑婆世界 纵使是有绕塔的人 看到你那颗 闪闪发亮 也可能会把你 请走 我就安慰他 至少你供养了 不要再想了 至少你已经供佛了 对不对 摆在那里去绕塔 你看他真的是 这个心眼是很纯洁 大佛塔同修局绕过 绕一圈要多久 有了快十分钟 回来早就没了 所以你看他 那个就是说 你想要供佛 你有没有那样的资具 有没有那样的宝贝 珍宝供具 你只要想就显现 为什么讲诸佛其实献其德本 他也有一个关联性 德本就是菩提心是一切功德之本 我跟你讲 你要剪一个果皮纸穴 要扶老太太过马路 那就是一般的善事 但是你发了菩提心去捡纸穴 去扶老太太过马路 他的功德就难以计算 菩提心越大 像法藏比丘他这样 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那当然无与伦比了 菩提心越大 神通越广大周遍 为什么呢 你生到极乐世界来 任何一位菩萨 你想要供养他方无量诸佛 想要任何的奇珍异宝 任何的特殊的工具 念头一动 神通加持 立刻显现出来 你看你看 就是不可思议 你没有那种 好像知具匮乏的 这样的不圆满的事情 好 第二十五愿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 不能演说一切智者 不取正觉 他说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中的菩萨 能够演说佛的一切智慧 就是说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 不取正觉 你头上的那里变财无碍 不只是变财无碍而已 他还能擅长演说 把佛的一切妙智给说出来 那真的就是殊胜 你看我们同修很多修菩萨道的 对不对 现在我都鼓励大家要勤于练讲 你要把佛法讲得生动 让任何人听得明白 易懂 而且印象深刻 可以依教奉行 那真的是要下功夫的 你自己也要常常发愿的 不要怕辛苦 平常不要造业 不要去乱讲话 去扯自己后腿 徒增自己的口业 再来的 二十六愿 是我得佛国中菩萨 不得金刚纳罗延伸者 不取正觉 这是什么意思 我成佛的时候 我的极乐国土中的菩萨 如果没有得到金刚纳罗延伸 我就不成佛 金刚纳罗延伸 什么意思 金刚不坏 你到极乐世界来做菩萨 你就是金刚不坏身 你如果没有得到金刚不坏身 我就不成佛 你看有没有了不起 金刚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已经永远没有毁坏灭失 这一件事情 你已经是永恒了 二十七愿 是我得佛国中人天 一切万物 圆尽光丽 行色殊特 穷为极妙 无能称良 其诸众生 乃至戴得天眼 有能明了 便其名 住者 不取正觉 二十七愿他讲 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中的天人 还有一切的万物 你看得到的这些树 黄金铺地 七重蓝巡 七重罗网 七重杭树 这些 或者是尺底 存以金沙 铺地 或者是微风吹动 那个叶子放光里面 还有庙宝 庙宝里面再放光 还化现诸佛 这些 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那里的一切 人 还有万物 都是严静 严就是庄严清静 光丽 形色 非常的殊胜 而且很特别 而且怎么样呢 精细 微妙 到了极处 大方世界 没有办法比 它是很精细 很微妙的 那里的众生 即使得到了天眼通 来看这些人 看这些美妙的事物 也不能称说 形容出 他的名相和数量 所以他已经得到天眼了 对不对 可以看很多事情 都寥寥分明 看这里人这么庄严 看这里的庙宝 看这里的杭树 看这里的金沙铺地 道路 他都没有办法去形容 说这个路多好 多直 那个光多美 那个音乐多好 那个香多香 他没有办法去讲 得到了天眼通 你都讲不出来 到了这种程度 所以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可以说是 文字言语难以形容 为什么 法藏比丘要用五节去思考 把所有十方净土的优点 总设到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去 二十八月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 乃至少功德者 不能知见其道常数 无量光色 高四百万理者 不取正觉 那时候我成佛的时候 我国土中的菩萨 菩萨有大菩萨小菩萨 对不对 他修的时候很精进 功德很多的菩萨 修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功德少的菩萨 这里来讲 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 就功德比较少的菩萨 就算你功德少 也能够看到 也能够知道 极乐世界 所显要无量光色 高四百万里的菩萨树 我们的唐卡 西方极乐世界的密宗的唐卡 在很多的法本都有 对不对 非常的光 就是七彩绚丽 当然人世间的这个画功 没有办法去形容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实的风光 万分之一 它有一棵 阿弥陀佛身后有一棵菩萨树 菩萨树上是不是有放光 有重宝 还有光中又化佛 上面挂了很多的宝 他说就算你功德少的菩萨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有西方极乐世界 无限的宽广 你也能够知道 你也能够看到 这棵菩萨树 高四百万里 都能让你看到 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看到 看到这棵菩提树 得音祥忍 柔顺忍 无声法忍 你只要能见到这棵树 你就能证得这样的 大菩萨的境界 所以看到了一棵树 有这样的殊胜 就算你是少功德的菩萨 你都能看到 你都能明知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